很不合理 還有另一個問題 這就是香港另一個營商環境的問題 記協今天出了一個報告 新聞自由調查報告 我真的服了他們 我真的對他們誘衷的敬佩 以留下內的人來說 他們真的很勇敢 出了這樣的調查 今天就找香港文言做一個調查 就說現在香港人分兩類 第一類就是普遍的香港人 第二類就是新聞工作者 即是記者編輯 業內和公眾的評分比較 現在的評分是多少呢 新聞從業員對新聞自由的評分只有25分 你媽媽滿分多少 滿分100分 你拿到25分 鄧炳強眼光來說 你比一低就輸打贏要 你比一低就黑記 第一就是這個什麼 記協 這班外國記者組成的 他們是黑記來的 不專業的 但資裝那些很多已經變成freelance 鄭家瑜就被人解僱了 但現在人家就找香港文言去做 這個第二有credit給香港文言 他們敢接 也敢公佈 所以其實呢 這份報告呢 又可以給鄧炳強說 你吃別人愛國茶禮 這個這樣的評分 是2013年以來最低的分數 公眾評分怎樣呢 奇怪呢 反而微升了0.8分 42.2分 就多過新聞從業員很多 另外的調查 另外裡面細項來說 超過九成的新聞從業員 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倒退 今年好像沒什麼大事發生 如果你說捉記者 抓記者這些 也是啊 鄭家瑜被人解僱 最大單是這件事 但起碼不會有網媒倒閉 沒有啊 鄧炳強都不用教這些 所以呢 你現在看到 香港記協 他今天出了這個報告 他找的人都不少 如果你說 因為香港文言 你不要說去委託 就是記協 你不相信他 是一回事 但你起碼都先相信香港文言 香港文言就說 他找了 在3月至5月舉行 這個5月進行的這個文言 那就是 問了1,07名的公眾 以及251個新聞從業員 61%的受訪業界人士 都超過五年 也有很多資深的 26%的年資都超過15年 所以一定有代表性的 另外 他裡面更加細項 講一下 自我審查的情況 是極之普遍 有92%的受訪者 新聞界的人 以及53%的人 都覺得 這個自我審查的情況 有倒退 起碼 新聞從業員 就覺得 倒退是超過1% 你看一下明報的Disclaimer 你不用再說什麼評分 明報都被人罵了 另外這個調查又說 87%的受訪者 受訪的業員 即是新聞界都覺得 現在 87%的記者都覺得 政府是打壓新聞自由的來源之一 新聞界也都認為 傳媒自我審查的普遍程度 已經平均分 得到1.81分 即是你越低 自我審查的程度 就越高 其實是 另外就是 相對於其他財團來說 財團就好些 財團沒有這麼顧忌 但都4.79分 都很低 其實是 批評中央政府和港府的時候 所顧忌的普遍程度 都只有1.5分 以及2.13分 即是你現在 你可不可以批評中央啊 即是不行啊 好過估計 我們看連登裡面的言論已經知道了 為什麼個個都只是 港女講色情形的心照 是啊 另外 最後講到 李立峰說 喂 即是你現在講 23條裡面加入了 可以有公眾利益去辯解 李立峰就說 這個不知道 會不會被鄧炳強當作煽動 李立峰就說 一般市民 就未必知道 23條對新聞界的影響 但是你現在所講的 法庭呢 可以 因為這個國家機密罪 秘密罪 23條裡面的條文 你可以加入公眾利益為辯護權 那都是很難化解業界的憂慮 因為法庭怎樣定義公眾利益 都不確定的 即是你說是公眾利益 法庭覺得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你又沒有可以投訴 鄧炳強都講得明白的 公眾利益 這個理由是可以接納 但是門檻一定要高 阿菲拉就問 為何新聞自由 公眾人士 即是受訪人士 那1,007個人 為何要覺得香港 新聞自由都可以有42分這麼高 最後一段你highlight已經說了 一般市民未必認知 23條對新聞工作實際影響 第二 第二 普通人 是害怕的 你害怕秋後算賬 現在民調問我什麼 我都會小心一點說話 是吧 即是等於 即使沒有了這個考慮 你問今時今日的香港人 很多人都會說 都不看香港報紙 有什麼所謂 是的 所以現在就很嚴重 除了這個分數低之外 今天又有另一個打擊新聞自由的個案 就是彭博的記者 叫做范若依 因為在大陸 前年的時候 2021年的時候 就懷疑危害 國家安全被捕 在大陸被捕 2022年才獲釋 坐了半年牢 喂 大陸需要國安坐半年 喂 抵錯啊 香港幾倍啊 抵錯啊 沒有六七年下不了房子 香港更嚴重 所以你說 你說營商環境 是不是大陸好些 如果這樣看的話 他就在北京被捕 被 危害國家安全 彭博的記者 現在彭博 就想他調去香港 我想都是試一下 心裡有數 是吧 你在大陸被捕 現在就有一個個案 大陸因為國安罪被捕 香港都計算 都有black list 范若依 現在他做彭博記者 但他之前做過CNBC 卡塔爾 路透社 2017年的時候 用彭博的身份 在北京工作 2020年被便衣拉走 2021被捕 現在在大陸因為國安罪被捕 香港都不讓你入境 這是一個先活的例子 這是一個先活的例子 好了 我們這一節 都是講很多正經的事情 都夠一個小時 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就補充一下國情的事情 以及一些今天花生的事情 晚上的時間 我們稍後回來 大概給我們半小時 時間準備 好嗎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 記得 阿龍什麼 是開playlist 開playlist 開playlist 20至30分鐘 總之不會多過30分鐘 OK 稍後回來 拜拜